本土疫情虚幻 Type市逐步解封 10号开始开放游泳池 但却不开放领域间 禁止使用吹风机 被业者及民众反应十分不便 只有民众说 如同开放厕所不给马桶一样 希望能够通融 副市长黄珊珊也在防疫记者会上 回应有替代方案 现在这个替代方案 是有开放更衣室 更衣室的部分 是让它可以替换干净的衣服 但是目前更衣室里面 还是要强制一定要全程戴口罩 那这主要是中央的规范 目前为止暂时没有开放 这些领域间跟相关能够接触到 可能会有互相接触的吹风机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会 一样我们会继续观察 从开放以后 再观察我们的确诊个案数量 再决定我们接下去的开放作业 中央宣布有条件开放游泳池 入池前后都需佩戴口罩 只有下水才可以脱下 且拉高游泳池的自由余率含量 科文哲提到 一不小心喝下去会比较呛 但比较能保持水池安全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